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张经文其实跟我们的生活也蛮贴切的 它主要是讲如何做一个明白人 如何做一个有眼见的人 而我们常说要做一个明白人 然后又做一个有眼见的人 其实他必须先举备一个条件 这个条件就是不听禅言 我们所说的禅言就是 别人在说别人的坏话的时候 我们要懂得分辨 我们要懂得分辨 我们心里要明白 我们心里面要有底 所以这张经文呢 它有说的几个点呢 是非常值得我们参考的 它就说我们如何来辨别这个人所说的 它是坏话呢 它是污蔑别人的话呢 或者它本来就是一个事实 好 这张经文指章问明呢 有三个不同的注解 我们来看讲要 这三个注解呢 里面有提到两个重点 这个重点呢 这个叫第一个叫明明白的明 第二个叫远 有远见的远 这两个重点有三个注解 我们先看这个正 这个正日 这个正呢 跟这个术 其实是同一个意思 这个正与术呢 都是残言 也就是说别人坏话的意思 说别人坏话 好 这三个注解呢 我们先看第一个 正学的注解它说 正人之言 如水之浸润 见以成之 它意思是说 当别人 在说别人的坏话的时候呢 它就好像这个水这样的 慢慢的 慢慢的浸润 慢慢的浸润 第二个注解 马荣 马荣说 肤瘦之树 皮肤外语 非其内识 也就是说 这个 这个 残言 这个坏话呢 就好像我们皮肤外面 所受的这个 这个成垢一样呢 其实它并不是 真正的内识 它并不是事实 第三 黄书的注解呢 它说 顺着相数 具体的 亦有个年识 亦有个年识 一样的一样的 这里的意思是说 当我们说别人坏话的时候 其实它也分成两等 第一等就是说 你很懂得说别人的坏话 让别人没有察觉这是一个坏话 然后这种就是说 你很懂得如何去说别人的坏话 可是虽然开始它并不察觉 可是到了后面久久方读不尽 到了后面日子一久 这个听坏话的人 他也会慢慢察觉说 这个是残言 这个是坏话 所以关键就在于 你懂得讲别人的坏话 还是你不懂得讲别人的坏话 你懂得讲那个叫巧相恕害者 如果你不懂呢 那个叫做 着 着相恕者 我们再来看这三种 这三种注解 第一个正群的注解 他说这个真言如水 渐渐滋润 令人接受而不自知 这个真言 这个产言就好像水这样子 他渐渐的 渐渐的滋润 令人接受 人 接受了这些讯息 接受了这些坏话的讯息 他还不知道 他还不知道 第二个注解 马荣的注解说 马柱肤瘦 为素者言语不识 也就是说 他其实 这个就好像我们皮肤的外表一样 他并不是内实的 第三 黄疏味 忽受油炉 皮肤之受成垢 当时不绝 久久实践 也就是说 刚开始的时候 我们不发觉 这个是 残言 这个是别人说 别人的坏话 可是呢 到日子一久了 你就会发觉 哦 这原来 是 残言 所以 说到这里呢 我们也就 会联想到 有一句话叫做 路遥知马力 日久见人心 也就是说 刚开始的时候呢 我们要察觉一个人 或者察觉他所讲的话 到底是不是事实的 其实也不容易 可是 天长地久 经过这个日子的一些 一些 累积呢 经过了一段时间之后 我们始终会觉得说 哦 这个人 他的为人 他的厨师 他所说的话 的可信 到底如何呢 这样我们心中 都会慢慢的 有一个地 好 这里最后有说到说 如果有一个人欲 正数呢 既能觉知 他马上就能知道 这个是 残言 使这个正数 行不通 这个人就是 第一 他是 明白人 第二 他是一个 有远见的人 所以 论语这一章经文呢 真的是讲得 非常的 贴切 跟我们在 生活当中 在办公室里 在团体当中 这种事情 我们遇到 太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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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如果我们连一个人的说话 他的这个 他的真实性 他的可靠性 我们都没有底 我们都没有这个判断的能力 那 他的下场 他的 consequences 我们就 可想而知 所以这一章经文 真的是说 如果我们要做一个 明白人 我们要做一个 有远见的人 首先 别人的说话 是真是假 是实是虚 我们首先要能有一个判断 心里面要有一个底 这个才不会至于 接下来的 可能会造成的种种的伤害 种种的这个祸害 好 这一章经文呢 我就跟大家的分享 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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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